不要這樣忘掉 我跟妳要很多資料好像都沒有給我 有都有去 妳可能沒有看 好這一件資料大家就聽到 資料給我你說有 好資料給我 長照的謝謝 請陳歐伯委員群長 謝謝主席 有請我們衛生署邱署長 內政部曾次長 老委會郭副主委 邱署長曾次長 林局長 副主委下午起來 委員好 好三位好 這個本委員會 是血汗委員會 所以到現在就 八個委員會就只有我們委員會在開 所以三位辛苦了 三位辛苦了 那個古時候 這個人生有三大悲哀的事情 你們三個人喔 能不能一個人講一個 就是獅能或獅子 古時候啦 古時候那獅子獅能的 有啦齁獅子好像 獅能 在古時候啦 有時候 有時候戰爭平緩的人民流離失所 三位喔 這個平常真的工不太忙了 有空應該多讀一點賢書啦 賢書你知道嗎 英英那種錯啦 古時候啊 古時候啊三大悲哀的事情 下地舉人心啊 落地的那個啊 舉人的心啊 對不對 私寵宮裡面 後宮家律三千結果他私寵啊 皇帝不愛我啊 沒辦法啊 每天抽牌都沒抽到我啊 啊對不對 還有一個 寡婦稀兒器 已經當寡婦了 小孩子沒人講稀兒器 都悲哀 這是古時候啦 那我請問你現在 現在有生大悲哀的事情你知道嗎 一個人再講一個 要我講嗎 一個人講一個 我是私智 私智啊你咧 是有關啊身體的醫療保健 就業的狀況啊 是能夠順遂 這個終於有一個跟我看法一樣啊 下地的那個求職心啊 他去求職又沒有錄取 這個失業的 第二個 私造 署長講的 私造老人心啊 私情常照顧啊 老人的心啊 對不對 家裡子女也不養啊 這女也不管 對不對 最後一個大概也是一樣啦 現在失婚了 這個離婚的女兒 女人也很多了真的是 七二七二 但是還有一個最悲哀的 你知道什麼嗎 最悲哀的事情 這邊還講話沒人聽啊 屬長啊 我跟你講了很多次 很多依然要做的事情 拜託你 對不對 你常常去客氣 不知道客氣什麼啊 該做的事情就要去做啊 對不對 市長我先問你 現在 全國 他說 那個 馬上從講 少子化是國安問題 老人的人口老化是不是國安問題 是不是 人口老化是不是國安問題 根源報告啊 那個人口老化這個都是人口的問題啊 現在台灣 滿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家佔比多少 十一點多 你知道宜蘭多少嗎 宜蘭應該是農業縣啊 他的比例會比較高 多少 十三點三三喔 回去技嘉講一下 那個 有關心宜蘭 那 那個 署長你也是宜蘭人喔 宜蘭縣有四十六萬人 十三點三三大概六萬多啦 所以我今天提醒你喔 台灣現在就是 人口老化 急進風 長照規劃漫廊中 規劃長照規劃 規劃那麼多年 長照法還沒出來 對不對 難怪我剛剛講的 失照老人心啊 這些老人 這個 很悲哀啊 小孩子 其實小孩子不管 政府也 規劃漫廊中 我是期待很深啦 因為我現在 離開這個委員會 所以喔 你不要讓我很悲哀 我講的話你們都沒有在聽 好不好 那我那個署長跟次長喔 宜蘭縣剛剛講的 前國平均十一點多的 五歲以上的老人 宜蘭縣十三點三三 大概是全國第四高的啦 那有六萬多的老人呢 將來都需要照顧 那署長你知不支持宜蘭縣來發展為一個長照大縣 我想這個方向應該是正確的 市長知不支持 支持喔 那局長呢 代表老委會 知不支持 非常支持 對啊 因為宜蘭縣 宜蘭縣蠻適合 喔 這個 作為台灣省這個長照計畫的一個示範縣 我不是說所有老人都到宜蘭去啦 我是說這個工作能夠落實做得最好 就在宜蘭來辦 好不好 這個算是說對你的一個期許啦 拜託啦 但是宜蘭縣我上次也跟署長提過啦 現在全國退休年齡 最想去的地方 台中 台中 新北市 北市 你知道宜蘭縣排名第幾嗎 知道嗎 宜蘭縣排名倒數第二個 為什麼不想去 就跟你衛生署有關係啦 宜蘭縣沒有一個急重症的醫療 老人家萬一有什麼狀況的時候要送到台北來 送到林口去 對不對 所以你很適合發展藏造中心 但是你這個後面的相關的工作你就跟得上來啦 署長 極重症醫療這個我跟你談了很久了 你有什麼規劃嗎 是我想這個極重症我們宜蘭現在有三個叫做中度急救責任醫院 那我想我們會努力輔導 那麼其中一個會就像你上次期待的 你上次有給我一個時間啊 104年 104年那你能不能把那個 103年做什麼 那現在102年要做什麼 給我一個進度表我好追蹤啊 對不對 你知道我這個人做事情我是 是講求效率的啊 對不對你不能在這邊 我講一講你的話又不聽了讓我落到最悲哀的狀況 對不對 會 好不好 給我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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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程表 然後計畫內容 啊怎麼來做 讓我回去可以對我們鄉親交代啊 你看我在這裡有認真嘛對不對 署長也支持嘛 你是宜蘭人你將來也要回宜蘭啊 落土要歸根啊 對不對 你不要蹲宜蘭紅嬌喔 那是那個是很悲哀的事情 告老還鄉的時候你就很慘了 好不好 把這個事情做好嘛 因為你看宜蘭縣現在那麼好的地方 結果全國退休的人 不願意去宜蘭住 為什麼 就是沒有一個急重症的醫療 醫療重責醫院嘛 好這個工作你麻煩你落實 是 那另外啊就是這個 我們這個署長 我們對於這個 國外 也有一些我們做一些國民的外交 那我知道你們跟僑委會有一些合作 那 我在 因為我這個會期在國外外交委員會 那陳詠欣院長那天也跟我提起 說他也願意組一個醫療的後援 後援來支持我 去協助 緬甸 醫療 這個 支援拼法的問題 啊國內也有一些問題啊 所以上次 也跟你提過啦 現在 那個什麼 鼓勵台商歸以返鄉 我們這些退休的在國外的 這些醫生啊 歸以 返鄉嘛 對不對 你那個他們要專業醫師的執照 年紀七八十歲 六七十歲叫他怎麼再去考專業醫師 受那個訓 沒道理啊 鬆綁 對不對 讓醫療人才進來 對不對 那些在國外 有很好的想法看法 你現在醫療資源也缺 對不對 護理師也缺 對不對 那這個工作要不要做啊 歸以返鄉 這個醫師歸以返鄉這個工作要不要做啊 是 我想委員我們一直都在進行 而且現在在 在宣導 那 其實你剛剛提到的那個 只要他以前有過執照 那事實上根本不要不需要考試 現在我們給他這樣子一個 禮遇 對那個相關工作實在很多了齁 那我我在這裡齁 就你們就回去 把我的意見齁回去參考一下 第一個就是有關你 喘息服務這個齁 省額時間太長 三個月 三個禮拜 從從從提出來申請到三個禮拜 太長 不用答覆啦 你們回去再檢討啦 你們跟我講 啊 給你答覆 委員報告 從他申請評估完成是一個禮拜 然後 連結服務是一個禮拜 然後那個 照護的時數太少 你現在那個老人 常照服務的時數 如何規定 要看一下是哪一類的服務 對啊 重度 輕度 來自這個 如果是 居家服務 輕度 重度 重度分別是25小時50小時跟90小時 如果是喘息服務 輕度跟中度一年最多14天 重度21天 現在對民眾來講 需要的不是每天兩三個小時的協助 你們能不能將居家服務的時間認定放寬一點 以總時數來控管就好了嘛 剛剛其實早上有一個 就是帶我們回去檢討 這個要檢討啦 該檢討檢討 這個 我反映都是人民的心聲啦 好不好 這實際上不換到的問題 那現在一樣啊 富士方怎麼辦 這跟委員報告 我們大概在去年有已經有一個 十大策略 那到目前為止 包括薪資提高 夜班費提高 都已經有超過 你知道去年你們這樣調 很多人碰到我 哇 加感謝咧 對啊 因為也是委員 其實也有幫忙 很多 不是我幫忙是你們 做功德啦 真的是 有把負視這個 他們的狀況 做一些改善 那我上次也提過了 其實他們最重要就是說 我們 那個正常編制的問題 他退休沒有退休金 他現在都臨死了嘛 福利帶一比人家差 對不對 那你現在調整 但是你 你現在 公立醫院的 護士缺太少了 你剛臨邊的比例太高了 對不對 我所知道在屬立醫院的部分 署長有要求屬立醫院 每一年都要釋放出 就一定比例的 一定要講啦 我這個問題很嚴重 你去看剛才我們宜仁縣那個 現在改成 陽大副醫 每天 那麼小的醫院 掛號兩千人 急診三百人 你去看看隨時隨便去看 在那邊等 等掛號的 等領要的 對不對 那醫院現在這樣多可憐你看 重病急症的馬上送台北 台北又沒有病床 也沒有病床 都躺在那個靠大房後面 所以這個真的很痛苦 將心比心 那個署長 是 發現我不是責備你啦 我知道你真的裡面 很認真啦 這個如果 我跟你評估你是排在前面的啦 所以在 但是 宜蘭縣的部分麻煩你多受照顧啦 是 以上幾點謝謝 謝謝